那么随着漫威影业的崛起 它这个漫威影业的崛起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索尼和21世纪福克斯 推出蜘蛛侠和神奇四侠大获成功是有关系的 大获成功了之后呢就赚大钱嘛 赚大钱了大家就开始心里就不平衡了 包括Stanley老爷子 这些在90年代末就开始大货 打官司了嘛 就是虽然说Stanley 他其实能够从漫威公司里面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少 但是他看着这么成功 他心里面还是有点酸酸的 他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多要点钱 后来打了官司之后呢 最后Stanley获得了1000万美元的补偿 所以说Stanley经常就抱怨说其实我也没赚到什么钱呀 但是Stanley也在漫威的电影宇宙里面客串了很多次 我觉得Stanley在去世之前 他已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所以说不能说是超级富豪吧 但是也算是名利双收 但是比起来其他的很多的这个漫威这80年历史里面的很多元老编辑 创作者 剧作家 漫画家 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为后来这个漫威宇宙越来越赚钱了之后呢 这个关于这个这些元老们的这个诉讼官司啊 就是一桩接着一桩 甚至有过一个官司连续这个这个这个元老的后代 连续发了45道版权宗旨令 就是为了想要在漫威的这个已经大富大贵的漫威的收益当中分一杯羹 还有一个漫威的这么一个创作者 他已经在一个医院里面已经已经非常 就是穷困潦倒 到了没钱治病的地步 最后漫威出于同情心 就跟他给他资助了20万美元 还要跟他说不能对外生长哦 如果你对外生长这样的话会做出很坏的示范 那个那个元老后来在2006年去世了 2015年这个漫威娱乐跟漫威影业 这个在这个分歧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 最后呢 这是迪斯尼彻底就收回了对这个漫威影业的控制权 从此之后漫威影业和漫威娱乐就彻底分道扬镳了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漫威电影宇宙里面的整个世界观 跟之前的世界观 甚至跟漫威娱乐现在的这个电视剧 漫画的那些世界观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平行宇宙的一个相互的不能兼容性 相互之间的这个宇宙呢 那个演员也不能客串 角色也不能客串 2017年12月 迪斯尼公司以524亿美元的这么高的价格 开始收购这个福克斯集团的很多的产权 当然大家作为漫威迷 最关心最关心的就是 他们里面的这个神奇四侠呀 X战警啊 死士啊 这些的版权的归属 那这个很有趣啊 就是说漫威的曲线救国 当时就是卖儿卖女 然后现在他的新东家迪斯尼 准备要把这个儿女要卖回来了 那么关于这个收购案 也在死士里面 很搞笑的也被拿来作为一个搞笑的一个素材 对吧 2017年12月14号 迪斯尼就乐呵呵的就宣布了 X战警死士和这个神奇四侠回归漫威 但是2018年6月14号来了一个更狠的 美国有线电视和电信运营商巨头 康卡斯特宣布以650亿美元 收购21世纪福斯 要跟迪斯尼竞价 迪斯尼当然不服了 最后又以713亿美元 又开了一个更高的价 到了去年的7月19号 康卡斯特终于放弃了 收购21世纪福克斯 迪斯尼获胜 2019年3月20号 就是上个月迪斯尼完成收购 收购21世纪福克斯